真的是蠻糟 这个闹钟送给你 提醒一下 多让黄珊珊能够曝光 柯文哲即将卸任前的最后总质询 国民党议员送上毕业礼 用闹钟讽刺柯文哲 还送陀螺总结他的八年执政 我要送你一个陀螺 原地打转 一事无成 八年来 你认为你做得好不好 我觉得还可以 陈其迈 请你吃咸酥鸡 你觉得那个太咸了 来 我再给你介绍一款 我们台北市最有名 台湾咸酥鸡 今天给你传一大包 让你乒乓 还让你中间休息时间 你饱两袋了 你就知道有好吃 绝对不减 这个很多 这个是西洋 没有西洋 王世建那个汉堡不能吃 这个非吃 议员纷纷送上毕业礼物 但对自己执政八年 有自信的柯文哲 最骄傲的竟然是这件事 你觉得你很骄傲 你居然还活着 对啊 这不容易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每天晚上回家 电视从四十九台看到五十六台 每一台都在骂你 不简单 还活着不简单 任其进入倒数 面对台北市三角都的选情 柯文哲怎么说 也要把棒子交到黄珊珊手上 交接给你 万一他当选 你交接给他用印 内政部长来交接 那你的心情会怎样 不会啊 我不会让他发生 柯文哲要继续发挥 第四组候选人的影响力 确保子弟兵黄珊珊 能顺利手下市长宝座 进行证采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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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报道